玻璃滑鼠店 這是一個近年來與輕量化滑鼠一同崛起的周邊種類 相較一般的布置滑鼠店有著驚人的價格差異 而來自UTM最新推出的Katana與Kizne Glass Pad 更是比大廠的Moonstone或Atlas在櫃上將見價 究竟這張開架驚人 但首批還是在3分鐘內玩臭的玻璃滑鼠店 是跟封面上的插畫一樣有料呢? 又或者只是一款空有噱頭的投資地氣 首先我想先聲明 因為我並沒有其他玻璃滑鼠店能做對比 所以這部影片的主要比對對像會是傳統的布店 那來說說我對滑鼠店的偏好 比起單純用速度或控制分類 我更偏好用啟動阻力來評價我使用過的滑鼠店 舉個例子 這是X-Dreadpad EQ Plus V2 一張600有找的亂紋店 我用了幾天以後很快就用它把快兩倍價格的劍匠雷電給移換掉 這並不代表雷電就比較差 在封邊高度、底彩防滑能力以及表面觸感這些方面 雷電都是完勝EQ Plus V2 但EQ Plus V2比較低的啟動阻力能讓我更早啟動滑鼠瞄準 在遇到生法猴子的時候也能夠更及時的變換瞄準方向 而卡塔娜身為一款玻璃滑鼠店 相較於布店跟亂紋店 啟動阻力幾乎完全不存在 也就是說能夠更早獲得加速度來跟上敵人的運動軌跡 玻璃鼠電與傳統布店相比 啟動後的速度也更快 這方面就比較見仁見智 畢竟能夠準確的將準心控在敵人的頭上才是首要目的 每個人的靈敏度也不盡相同 但我想這也可以透過慢慢習慣來克服 來談談使用心得 我原本以為剛開始使用玻璃電會很不習慣 但是因為我有張Azo的GMP Smooth玻璃塗層鼠電 他的速度還有啟動阻力都比較接近玻璃電 所以轉換的陣痛期沒有想像中那麼久 不過GMP Smooth會受到桌面影響有高低起伏 滑起來感覺不是非常平整 Katana的表面非常平整 因為是硬電也不會受到桌面影響 適應完玻璃電的特性後 跟槍的體驗真是前所未有的滑順 實際使用Katana打APEX的時候 基本上不太會有跟不到的問題 比較常跟過頭需要修正回來 還是要習慣一下啟動後的速度控制 真的是蠻有趣的體驗 或者透過不同材質跟形狀的鼠角去搭配平衡 如果是使用小幫手或是和平 可以明顯感覺到定位比部電更快 更不容易跟丟目標 不過如果是稍遠需要精準定位的目標 低啟動阻力很容易在開槍或描線的時候因為抖動飄掉 我所有的槍都因為這一點把搭配的背景又提高了一倍 整體來說我認為玻璃電的確是能夠解放跟槍上限的一件裝備 但是在實際體驗幾週以後 我還是有幾點需要注意的地方想要提出 首先最基本的 玻璃鼠角與玻璃電不能一起使用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熟 因為硬碰硬的下場就是準備買一張新的滑鼠墊 再來因為玻璃鼠墊是硬的 基本上下壓滑鼠也不太會增加阻力 而且如果你跟我一樣 會把手臂壓在鼠墊邊緣 就會感受到明顯的歌手感 手臂上還會壓出痕跡 建議找個比較不硬的東西墊著 不然打一天遊戲就能準備換一隻手了 Katama的表面是霧面 所以使用的時候一定會有沙沙聲 真的不太好聽 但打遊戲耳機一帶就不太明顯了 是還可以接受的程度 最後玻璃鼠墊也必須保持表面清潔 才能正常使用 還好跟布墊還有潤紋墊相比 玻璃墊的好清非常多 拿個毛巾抹一抹就行 所以YukiM Katana玻璃墊真的值得它的售價嗎 我認為 如果你很喜歡Katana上的插圖 同時也很想嘗試玻璃鼠墊 並且你買得到 也負擔得起的話 就買吧 與布墊或亂紋墊相比 玻璃鼠墊的價格的確貴得誇張 但是玻璃鼠墊的耐用度 甚至足夠當成傳家寶 單就長期投資的角度而言 玻璃鼠墊顯然是更合理的選擇 如果不太能接受可愛風格的插畫的話 你可以選擇唯美風格的Kizune 雖然我不太理解為什麼要對可愛戲畫風有偏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這禮拜忙完了終於能回來做影片 當初DP預購的時候我還沒有搶到 還好硬派第二批沒有限量 而且交付時間也比預定還要快 拿到的時候真的非常快樂喔 好啦這裡是Patrol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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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